嘻嘻嘻嘻嘻嘻 那我講過了 那我盡量補課就會講嘻嘻 上課反而要做cash 逼你做多點數 那就 沒有帶筆記 麻煩你自己 拿張紙抄下 做了什麼題目 總之今天講了的題目 我就不會上課再講多次了 那 那我知道上次筆記 關於長循法那份筆記 那些題目還沒做完的 那所以呢 本日我會提你們帶回長循法 就是第六個那份筆記 我們會再講下去了 那託寶考試之前 筆記筆記題目都做了 那不是差很多呢 那我們 接著還會有很多練習給你們看 今次出了一份短片 都比較 多東西 那些東西不難 都很多東西 慢慢做 多東西慢慢做 好了 好了 那我再講一次夠的 以你來講 一定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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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在採用的 不是啊 你不溫習我 我告訴你 你有些事情不會做的 不過我還是說一句了 那第九課 那首先第一件事 這五條行等式 你先回覆一下 六四 第三頁 那這裡呢 有一個 叫做 因此分解時有常用的行等式 那這條式的名字呢 我叫做 完全平方 完全平方 就是perfect square 我們叫做 就好像這樣 a加b whole square 或者a加b whole square 那有兩條行等式 那另外呢 difth of 2 square a square 減b square 這個你認識的 另外最麻煩就是 a3次加b3次 和a3次減b3次 那五條式 你全部賠償 才可以玩下去的 如果不是 這一課我們就玩完了 好 沒問題的話 那不說那麼多 我們一起做題目 上回呢 我們就 做到第八題 是不是 我們在 堂上做第八題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試下去 由第九題開始 那今天做的題目 就不是太多 你給我target 給你們 那今天我不會教新東西的 那仍然都玩lcm hcf 那所以呢 今天我們做model choice 理論上做到去 第十七題 那就完結了 你見到第十八題開始 是另一件事 我下課會說 是啊 那麼 那麼 那麼多條 先看看吧 有多少條 負責 choice 要做啊 解數啊 由第九題到第十七題 數手指 有多少條啊 由第九題到第十七題 九題 有九題 負責 choice 一條分半鐘 三個字都不浪費 走得掉 原來做一條法 蛤 一條分半鐘而已 有model choice 那當然啦 那麼第一條 和你移一下 怎麼做法 首先 也就是lcm 那我們有三個東西 一塊東西叫做2-b 一塊東西叫做4-b2次 一塊東西叫做8-b3次 不夠位置 一會兒就不夠位置 我先寫在下面 好了 那你要將它做恩識分解 factorization 2-b沒得factor 2-b 那就2-b 寫到2-b 2-b 4-b2次 那你就知道了 2-b2-b 對不對 那我會遷就一次序的 那不是平時 你 隨便說 2-b2-b 但是我 第一塊東西叫做2-b 第二塊東西叫做2-b 那第二塊東西叫做2-b 所以你第一個括號都是減出來的 但是跟著後面有一堆東西 後面是 後面有個2是二次方 有個b是二次方 中間那東西加還是減呢 如果前面是減 後面就應該是 加 是的 如果前面是加 後面應該是減 那兩個符號是不一樣的 一加一減 總之一加一減 那b2次這個位置 是不是都加好了 好了中間那個物體什麼東西呢 中間那個物體 4-a-b 不是 4-b 也不是 就這樣把2和b 乘在一起 2-b 是的 那跟你平時背開的行等式 有點不一樣 我平時背行等式 這個不是a二次 後面那個不是b二次 那中間就是以ab 是不是 那不是啦 如果中間真的以ab的話 人家就會frag 下去 人家就會繼續拆做括號 但是最問題呢 中間這個東西 是ab來的 不能再拆括號 如果拆得好 人家神了 有三個括號 行等式根本只有兩個括號 好嗎 那我再講一次 希望你記一下 再講一次 如果a三次加b三次 如果這個是加好的話 那你猜第一個都是加好 然後中間那個就是減好的 那 如果 如果 a三次是減b三次的話 那你第一個括號 a就會減b 然後後面就是加好 那b二次前面 是不是都是加好的 另一件事 就是中間那個東西 就是ab 不是以ab 最常會坐這件事 black那些同學 都是坐這件事 哦 那個a二次b二次 中間當然要配個以ab一次必 那如果真的中間以ab的話 人家就會做到這個括號 就定了 那如果以ab 人家就會做些effect下去 那所以 你見到a三次加b三次 到底有兩個括號 中間 這個 這個東西 應該是ab來的 你這個括號再拆不下去 所以 記一下它 根據它的慣例 記不到 我一向都會叫它 抄行認識的 說真的 抄回五十至一百次 什麼都記得的應該 咦 怎麼了 不知道啊 但是我不知道 我現在正在錄音 哪個來的 大聲一點 有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啊 怎麼編密碼 說這個叫做 pitch P.L.O.K.1 1.2.5 P.L.K.1 1.1.25 有什麼 你… 你… 你寫一下它 對 不是 在錄錄,你不理了 B要遲 不寫了,不對 要退位 根據慣例 你發覺,這個括號跟上面那個不一樣 你就退掉 退掉了,麻煩 對了,退走了 好了,跟著再拍一條線 對 你眼殘的 LCM,記得要拿最 LCM 三個都是2-B,當然2-B 2-B要不要寫呢 LCM要,最少公倍數 所以要寫的 這個也要寫4-2-B 那你Flatization完畢之後 你要看LCM,你發覺很容易 那答案 誰 Dot 全部以外是Dot 大致上就是這樣做法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的話,一條一條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做得多,你會發覺很容易做的 好了,第十題 就是這樣 LCM of x-1 whole square x square minus 1 x cube minus 1 三個東西,又是了 要找LCM 那麼,x-12次方,拆不拆它好啊 拆 拆 拆就死了 A加B 什麼?x-1 whole square 怎麼拆A加B A減B 你x-1 whole square 如果要拆的話,就會變成 x-2 x加1 x-1 你拆成這樣 不是嗎? x-2次方 -1 x加1 x-1 不是嗎? 不要背錯行等式 還有一次,背錯沒有運行的 x-1 whole square 你拆好,你拆好就拆成 x-2次-2 x加1 但是,所以要拆好 你會說 你不需要 你拆好拆好後 我們就factor不到 說真的 我們說過 要找lc 我們要將它拆成一個個factor 要再做factor 找完一個個factor 你就知道lc是多少 所以 再說簡單一點 你右手邊 一個個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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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說 x-2次 怎麼辦? x-2次 最重要是一個個括號 這樣 我們就可以做下去了 x-3次方 -1 如果你有背的東西就知道了 一個就是x-1 然後第二個括號 不知道什麼 x-1 又是 x-3次方-1 要背了 理論上 這條行等式 什麼時候要背呢? 應該是form2要背的 form2背了沒有? 你們背了 背了 X-3次方-1 哪有呢? 進入計算機 有入了 昨天三個月 你真的怎麼入 不知道 我記得當時 不知道哪個給了 新年紀錄的 寫到一次 我都要放進去 然後你都要前進去 那些 那些入計算機 確實有些入的 遲些再說 好了 好了 那當然了 你看回筆記第三頁 總不知記得page3 那些行等式都齊齊了 那x-2 應該是 x-1 那 當然了 你說我不知道怎麼fac 那你看回abcd 五個答案都有提示 好了 又是lcm x-1 要拿到多少次方呢? 那次有二次方 所以我們拿大一點 拿到二次方 幾乎x-1 幾乎x-2 幾乎x-2 加x-1 那大致上就做完了 那所以呢 這一課無端端 其實考考你facetization 而已 你說找lcm 一點都不難的 是啊 找lcm哪裡難呢? 但是做facetization 就麻煩了 那 但是還是有一個 facetization 現在你形光幕的facetization form幾 level form 2 level 就是如果角限不會做的 證明你什麼呢? 就是你form2都不如 什麼?做不到? 什麼?做不到? 哪一條? 啊 真的到了 好,11先 11 嘩,這條麻煩了 好了 2a2次 -2b2次方 嘩,怎麼做啊? 那我會先分開做 首先我會先把2抽出來 啊 啊 抽個2出來先 然後又見到 a2次-b2次了 是啊 這好朋友 老實說一見到面就知道 啊 A加b A減b 那這條我就分開 慢慢寫了 我會先做facetization 接著再開橫式 慢慢寫究竟 那個lcm是怎麼看法 那這個又是 A3次 抽個A出來先 那你見到 大家都有common factor A在這裡 那我抽個A先 A A2次-2ab 加b2次 那又是啦 如果你facetization夠好的話 你一見到A2次-2ab加b2次 然後呢 那要怎麼做下去 A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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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在後面 好啦 跟著對齊 之後再看回lcm 一通通 我這裏做什麼隔條線 好 lcm 結論 有個2 有個A 有個A加b 有個A減b whole square 那對回答案 看看誰對 那如果你不是眼殘 應該看到Doc 就是Doc 那再說一次 現在就希望你 一路看我表演 一路做一下 懂不懂做 那今天 說真的補課 都不允許時間 給你自己慢慢做 那我們上課之後 再做多些class work 那今天最重要 就是你聽不明白的話 如果你舉手 喊救命就可以了 那下課 我會再給多些class work 做多些關於facetization的事情 好 第十二題很難嗎 這條這麼變態 2x-1 x2次方 -6 x加9 喏 我們接著做些什麼 做facetization 是嗎 不要拆好 還可以facet嗎 這塊東西 有 對 2x-1 就不能fac 後面那塊 x-3 二次來的 對 就是了 看你認不認得到這塊東西了 x2次方 -6x加9 是x-3的whole square來的 其實你是要認他的 你有沒有背過 即是沒有背過 給你背吧 下課 要吧 因為說真的你不背 到時候連competing square 都不懂得怎麼做 算了 我都猜你們不記得 什麼叫competing square 對 對 是什麼 好 嘩 後面這塊東西怎麼facet 說真的 有什麼又是 第一塊固好先 x2次方-3x有沒有facet 有 有 有facet 做些什麼 抽個x出來 不知道做些什麼 抽個x出來 完的了 好了 那當然 第一塊東西 抽個x出來 第二塊東西 4x2次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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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一點 什麼來的 4x加1 4x-1 這些就是 4x加1 4x-1 這些真的要拖出去斬 怎麼會4x加1 4x-1 2 2 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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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ςpehen 4x2 5x-2 5x-2 4x-2 5x-2 2x-2 5x-2 好 那 寫了所有結果之後 居erstもの 這個人 movement 大 Jeni 叫你找什麼 找 WW вел衅印 X15 H7就要小心點 X我們要不要 這個X我們要不要 不要 一模一樣的我們只要 2X-1我們要 X-3我們也要 要一次方就夠了 不用二次 2X加1要不要就不用了 結果Fertization完畢之後 你發覺就圈不到答案 但這題目對你來說挺難的 對你來說 隔壁班說真的 我教這類型系列 在C班 Buy班他們打入黑色做完 你不說這些 你不說這些 都是那句 少作不努力 都不用老了 現在已經同相卑了 你做這些做不行 所以 什麼? Form2不是我教 當年就算我教 我猜你們也是會 不懂做的 你想想那時候 零壓力的讀書是方通 行不行不行 你罷了 零壓力的 但現在公開考試 雖然 我猜你也是零壓力的 你有沒有壓力? 沒有 瘋了 給你們多10秒 那 說真的 如果 你沒有倒斑的話 兩年多很快就過了 是啊 好 沒有問題 下一條 那 第13題 那 又是叫你做 Fatization 一看就知道了 那 也是 我們逐個來慢慢Fat A2次加4 A加4 那又是 如果你有背過的 就知道如何Fat法 那你沒有背過 不要緊 因為一下子和我屈你們背 不過我再問多一次 A2次加4 A加4 那就實質了 這塊東西是甚麼來的 A加B B是多少 B的是多少 本來沒有B 咦咦咦咦 差點 差點說4 A2次 -4 應該是 A加2 A-2 對位寫 對 最麻煩的就是 拍到這個 三次方 A3次加8 應該是A加2 但是跟著 後面這個鼓就麻煩了 又是看有沒有背 有A2次 跟著應該加 不是加 應該是減 減2A A4 再加2 2次 對 應該是這樣 如果自己寫了4 那今次人家叫你找LCM 那甚麼都要 LCM就是甚麼都要 A加2 2次 A-2 還有一個A2次方 減2A加2 2次 即是A2次 加4 那對了 那你做完Fatization 那你發覺就 看清楚答案 那不要眼殘 選錯答案 那答案是甚麼呢 Boy 再說一次 難不難呢 這一課就不是很難的 差在數學 永遠都很差的 你發覺 你知道Fatization 1,2,3 不是太好 來到Fatization 4 你發覺總是會欠一些東西的 那 其他方不是的 例如讀語抗 也好 飽也好 就算Fatization 4 就算Fatization 4 再費 都沒甚麼所謂 對不對 Fatiz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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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講的是Fatization 4 Fatization 4 Fatization 4 好了 第十四題了 不要再練一下 因為說真的 以你今時今日的智慧 沒有理由Fatization 4 搞不定 放多一點時間 就甚麼都可以了 應該 好了 第十四題不需要Fatization 不過IQ題 第十四題 IQ題 反過來想 人家就說 HCF和LCM of 3 expressions are XYZ2次 X3次方 Y5次方 YZ4次方 其中兩個東西 X2次 Y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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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次 YY5次 Y5szy Y5次 人家就說 這兩個東西的HCF 啊 第三個東西 queste都不知道 但HCF 人家就告訴你 是XY5次 的意思 那就同一個道理 人家就說 頭兩塊都給你了 第三 這塊是不給你 但是别人告诉你 这三个东西的LCM是 X3次 Y5次 Z4次 那究竟 第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不是考IQ呢 没得计算的 真的要想的 你明白就自然想得到的了 不明白就自然动在我了 那第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不如猜一下 那不收太多东西一定是XYZ的了 差了 一第三个东西一定有XYZ的了 差了是多少次呢 是不是 那是的 我们看看LCM那边 有三次方 有二次方 但是LCM要四次方 那这个一定是四次了 好了 Y要多少次方 五次啊 无端的塞机无成看到Y五次 喂 那你总有个Y五次方 那应该有个Y五次了 那应该有个Y五次了 那IQ小一点的同学都搞不定这些题目的 那 那答案应该是 X一次 Y五次 Z四次 那这些IQ题难不难到各位啊 好乱 IQ题目的 没有武罩这些真的 那你IQ好就自然想得到的 想得到呢 IQ不太差 继续 好了 第十五题 哇 81年的NLC题目 你们出了小没有 没有呢 我都没有 不知道呢 没有吧 好了 那我们学校的老师 很年轻的嘛 是不是 什么啊 是年轻的 我没说错 是年轻的 那我们哪个最老啊 哪个老师最老啊 不要计算啊 校长啊 对啊 哪个最老啊 CAMSIR就 只有高望重而已 那你不知道是年纪的 不会太小的 因为就算录影我也可以说的 那知道谁叫林郭榮老师啊 是啊 不是 不是 不是林郭榮老师最老 是你老师 知道谁叫林郭榮老师 知道谁叫林郭榮老师 林郭榮老师 是之前的班主任 就是CAMSIR 是啊 是真的 是中学 当然是 什么啊 越震虑欺骗你 好像 CAMSIR 为什么不知道啊 这件事 很多人知道啊 蛤 是啊 是啊 墨桃也知道啊 有什么问题 这个 看你不知道 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 很惊奇啊 我三个人不吃饭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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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很年轻而已 林郭榮老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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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没有说这句 好了 喂 说回 说回 一条数 那 C要去到多少次方呢 那 你LCM那里看不到 但是由HCF那里看得到 C那里呢 由于HCF C是一次方的 所以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方的 C 应该去到一次方 顶了 二次方 二次方 不行啊 因为HCF C是一次方 如果有二次方 你这个位置也要二次的 但是HCF是一次方 所以被人限制到一次方 那慢慢的 B去到六次方 A A去到多少次方呢 4 你应该靠LCM看得到HCF 四次方 所以啦 就是这样玩IQ 拼到4 6 现在出来这么多啊 答案是 那 所以我都说一句了 你说难不难呢 这一课我再说一句 虽然你看到很多ABC XYZ 还要Factization 但是 始终我都说一句了 concept是HCF LCM呢 既然你少我学过的话 难以我调 什么啊 十六十七只做这两条而已 第十八还没教啊 哦 你当然可以做的 节目预告啊 待会 第十八题 第十八题 LCM of PQ 是12A B 3次C LCM of XYZ 是30A 2次B 3次C 然后PQ XYZ 五个东西 合在一起 究竟LCM是多少呢 那怎么做法呢 好像很复杂 实际很简单 实际很简单 你PQ LCM是12A B 3次C2次 那 LCM XYZ 那如果五个东西的LCM 我便 就这样做而已 12张拆成3乘4 即3乘2乘2 即2是2次方乘3 那 A B 3次 C次 2 2 2 3 2 2 2 3 2 3 2 3 5 A2次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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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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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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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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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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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回顧色的智慧 這條近了很多 這條是一、二年的題目 真是第一屆民間市題目 懂得做的話 恭喜,又多了一分 什麼? 你想也沒想 你回家慢慢做吧 太遲了 好了,節目預告 下回 我們當然在classwork 我們都會做多一點關於fragmentation的題目 這一課再教一件事就完結了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做這條題目 懂的 化解 form 2有教的 今天我們試完這條 第十八題 懂得做就走得了 做完了? 不教都懂得做 這位同學 為什麼呢? 這題目怎麼做? 我想問一下 怎麼化解 怎麼弱解 X和X弱嗎? 難道 X和X弱嗎? 不是的,有跟我試過的 哦,我就約減了X和X弱 是啊,那就約減了 負荷和負荷都約了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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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那這樣約得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但是那句例,在做加減數是否約得呢? 不可以的,在數字上來講 例如1加2除2 你可不可以黑眼約了2 就告訴你這條1 你可不可以的 你覺得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啦 那所以,做加減數是約 選不到的 這件事一向都是這樣的 但這題目不理的 不懂做就照約的嘛 最出名的就是這樣 什麼? SideX除回N嘛 不知道你有沒有算過這條數呢? 那些不好啊? 那一條很出名 SideX 是啊,那無端的N弱了 就等於6 那好吧,耶 啊,真的是6 啊,真的是6 你第一次聽嗎? 怎麼搞的? 你笑我嗎? 你爛爛爛爛爛爛 但是我再一次 數學不是什麼都 不是說 哦,一樣就能夠約的 始終 什麼時候才可以約選呢? 份數 就是當你做乘數的時候才能夠約選的 就是例如 A乘B 下面有個A就能夠約選的 那所以 現在你看到份數在加減數 份子份目高 各自在加減數 你是不能夠約選的 所以有同我都說了 是要做Factization的 又是要做Factization了 那你會發覺這一課Factization有多重要呢? 好了,我們逐個東西Fact 四個東西同時間要Fact 好,第一個東西 X二次方-2X 那麼,抽X出來吧 變成X-2 X三次方-20mix就麻煩了 X三次方-20mix 哦,不是就不麻煩了 抽X出來吧,麻煩 X二次方-25 X二次方-25 可以再Fact的應該 X二次方-25 X加5,X-5 好了,我可以一次過做了 X-5 好了,那再乘回 X次方-5 X加15 挺難度的 啊,你有基督哦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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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加3 是啊,又減15 然後減2 OK了 下面那個就是X 加3 X-2 應該是這樣 那你接著發覺 好,舊舊東西都是雙成的 就可以cancel了 那你發覺就 X-5 可以 X加3 可以 X-2 可以 X-2 可以 哇,真的什麼都弱了 剩下什麼呢? H Milli X-23 畫 än 哦,完啦 到底有沒有のは要拍的? 蛤 不對,怎會 中祿通試? X-5 不是這裡的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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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K B erman 夾 shines 對不對 是沒完前的 那,再說一次 這一題完了 這一題完了 始終Fatization 在這一步是很重要的 甚至乎 都未夠足夠我再說到最後一條 好啦 不是下面那條 當然你說若減會容易做 還有下面那條 那這些又怎麼做 哇,份數做減數 那怎麼辦 招做啊,我又想問一下 如果你不睹機的話 例如12分之1减18分之1 你怎么减的 通分母 你怎么通分母法的 不知道你小爱有没有教的 12分和18 这样做减数 最终的分母是多少 双成 就是12分18 这样 很大 其实应该要放些什么 要放LCM 你知不知的 12分和18的LCM是多少 你又不可以这样说 哪家小爱你 很厉害 12分和18的LCM是36 所以你发现12分和3分就够了 不要乘18分很大 至于18分 你发现要乘多少 乘2分就够了 如果你乘得太大 但是你到最后就够减不了 3-2分就1 分母一样就36分之1 就是这样小爱没学过这些什么 同一道理了 现在 最后一条 两个分数双减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就要找个LCM出来的 1-x2次 1加x2次 你不要这么快通分母 大家加成隔离 我告诉你 你跟着旧分母太大 你成了一桶 就是你 如果黑眼成的话 1-x2次 然后1加x2次 然后这个1加x2次 然后再减1-x 我告诉你你 你继续跳楼的 好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有少少技巧呢 但是 现在我们的分母有两个东西 怎么用个LCM出来呢 刚才你会不会在做梦呢 如果你不是在做梦的话 应该你会找LCM的 现在连份 筆记都没了 你会不会在做梦呢 还没散 还有六分钟 让我再说一下 好 做完这条 这么快呢 啊 好闷啊 快点做完快点走 听到我了 好了 首先 睡母做Fatization先啦 你不做Fatization 怎么找LCM出来 好了 但现在我想问一下 现在睡母做完Fatization了 两个睡母 那个LCM是什么东东呢 再一次啦 现在你有两个睡母 看看我LCM是什么东东啊 啊 做鬼这么快 答我 留下 LCM 两个睡母的LCM 这两个睡母的LCM 你以为做了吗 这两个睡母是什么东东啊 LCM啊 1加X 1加X 1加X要Square啊 LCM 1加X 1加2次方 1加X 对啦 跟着你的终极睡母呢 应该是这一件事的 是不是 对啦 好啦 所以啦 看着这个终极睡母啦 现在呢 你第一个睡母的睡母呢 不够好的 1-X啦 1加X 叫人家二次方 那你做个二次方给他啦 但是睡母 你睡母乘了1加X 你睡子乘了1加X 好啦 第二够睡室啦 1加X二次方不够好 因为LCM是1加X二次方 1-X 那你乘了1-X给他啦 那你乘了1-X 那你现在不记得睡子 你还要做一件事啦 好啦 到最后啦 当你成功搞到两个睡室 睡母一样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有一条大睡室先 写在一起啦 1-X 1加X二次 1加X 减1 加X 你记得负负得正啊这个位置 那你加固号吧这个位置 小心点 负负得正啊 1-X 好啦 接着化解 那你应该看到有答案的 答案应该是 答案是什么 2 什么没有啊 你测一下固号吧 1加X 1加X 减1加X 减1加X 那我现在是没有了 1没有了 但是X在这里的 X加X X加X 我最后 这一波最难的层面就是这些了 原了 第九波 没什么特别东西的 我说真的 当你懂得玩LCM的时候呢 那别人顺便就会考上你 分数的化解 那这一个呢 叫做 Restinal Function 最后 Restinal Function 就是这些了 有分数的 你还叫做 Restinal Function 那 最后Restinal Function 加上加减成锤也就好了 那你 我真的有点不交易的 就是这一个 那所以呢 第九波 我们很快教练了 应该 如果你Factization是好的话 如果Factization是好的话 但现在最大问题是不好的 那所以 我们接下来 练两三堂呢 应该会跟你狂练Factization 练好了Factization 你就会感觉你重新一样的 这一波 那你的东西你会全全懂得了 那下一堂 我会印一些中意练习给你的 Factization 我喜欢练习 我喜欢练习的 没有练习的 没有练习的 好 没问题 就这样了